小甜甜透过经纪人对此回应 因为理念不合才退出教会 跟换脚风波无关 对于记者会模糊焦点 他坦言对于记者提问都会回答 当天也没说到什么 不晓得报道会变成这样 绝对许行接受 但是雷一起发光教会 缺乏生命反击 在基督徒服侍的生命当中 只有生命配不配得在祭坛服侍 并没有所谓的换脚 小甜甜在面对私生活生命 有极大状况 以及造成小组园们的一些 是非冲突和彼此嫌隙 无数个夜晚流泪陪伴祷告 仍无法在真理及爱中感动小甜甜 最后小甜甜仍不停劝戒 只能忍痛暂停 他在教会祭坛上的所有服侍 而宋牧师写得很清楚 小编我看得很模糊 先不思考是不是所谓情了 and到了 双方对质内容也曝光了 宋一鸣在群组询问小甜甜 我什么时候熟悦过你 或是对你有怒气 不是一直都用爱心乃心陪伴 帮助解决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和冲突 难道你们忘了吗 表示暂停教会服饰和换脚 是因为小甜甜官司正在诉讼中 请她离开教会 是因为她在小组中 弄到是非造成组员嫌隙 又在外说一些颠倒是非言论 破坏教会 你都可以不承认 但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有人证也有误证 强调自己相当痛心 也认为小甜甜应该道歉 这一切对我的打击还蛮大的 小甜甜透过经纪人澄清 甜甜的私领域 一直没有太过复杂 就是工作 加上为人母后 更多时间在小孩身上 至于夫妻间的关系 目前由公婆协助协调 先生先回家和公婆住 等彼此冷静 再来进一步讨论 各位我们要同心合一 我们要彼此宽容 我们要认罪悔改 同时三立新闻网 也独家证实 阿伯和徐晓可 已经离开宋一鸣教会一阵子 原因是不习惯言行被控制 起见他们被禁止 接触别的教会教友 选择离开后 也不被宋一鸣的教会谅解 只有在里面的人感触比较深 还好我们及早离开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要亲身走过一遭 才会知道原来如此 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吧 对于小甜甜和徐晓可夫妻退出教会 宋一鸣再度发声 留一些时间让别人慢慢认识我们 心中当然有不舍有难过 但真理就是真理 是不容亲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